今天我是來幫忙一個子余跟弟子來介紹一下V台灣 各位應該都知道V台灣了嘛 那其實我的目前簡單 我是希望大家能夠禮拜三的時候盡量去參加V台灣的活動 因為其實現在目前看起來的話 人數我們V台灣的那些小區的人數好像不是一個很穩定很固定的人數 就是有時候多有時候少 所以我希望大家禮拜三如果覺得是吃飽沒事飯 就是說覺得晚上如果覺得還可以去那個什麼空總三個部的話 那麻煩請順便參加一下V台灣小區 那基本上都是禮拜三啦 對應該不會變 那我們今天台灣的話除了這個介紹之外 就是說Facebook跟那個網站之外 我們基本上在HP上面都有每次的活動都把它記錄下來 那也陸續會把新的工作目標把它放上去 目前來說的話就是Peace他有想要幫忙那個P台灣去整理一些文件資料 那這部分的工作會比較反常 就是比較反雜跟那個手動炒 反常 反常 對 我最近腦袋白白的 毛利 對 所以 金毛利 對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我是希望大家有空的話 就是我們既然是P台灣這部分穿11 一個大家都是已經長期支持那麼久時間的話 希望可以繼續把這些相關的功能 相關的那個專案也好 或者說我們在網站上面希望推放給大家的東西 一起把它去分享下去 那現在有幾個像是剛剛說的 是幾個想要做的就是像那個 聊天機器人吧 在Facebook上有聊天機器人 那還有一些新的一些 比如說 我們想要參加一些像GINYP的賞密的活動 這之前在這禮拜三的時候 我們也討論到 那再來就是一個 我們先還有一些讀書會的活動 像下面這邊的話 就是大家如果覺得像哪些議題 可以跟像是公民科技以外的東西 那除了像我們這樣子的那個小松大松之外 GINY小松大松之外 或是GINY賞密 其實我們每個禮拜也可以在E台灣的活動上 來提出你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這邊的話也是很希望大家一起來幫忙 推科也好怎麼樣也好 基本上都跟 就是我們不是每個月一次 我們是每個禮拜一次 這是我們的那個 那謝謝大家